新冠病毒肆虐全世界 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冲破1亿1000万例 总死亡人数超过246万人 各国都在加速接种疫苗 期待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无奈 疫苗剂量难以满足全球78亿人口需求 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 直到今年底 疫苗都会是稀有资源 加上一些高收入国抢购疫苗 导致分配不均 在僧多州少的情况下 目前只能战略式的使用疫苗 坦德再补充 目前世卫组织含有229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有待世界各国合力捐失才能进一步推动COVAX计划 他呼吁欧洲各国和美国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建议 捐出国内5%的疫苗给发展中国家共同抗击疫情 不过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在同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贫穷国家光靠疫苗捐赠并非长远之计 他建议这些国家设法制造和生产疫苗自给自足